我们说到贵气贵气 人像学富贵富贵 命运上富贵富贵分不清楚 很难去区分 实际上你要看贵看贵 整个头都一直到脚都是有关系 但是还是有点分别 贵通常比较着重在鼻子耳朵下巴 但是讲到贵 就是刚才我们时尚杂志就提到的 那几项就已经就是说 我们看一个人贵气 到底要从哪里开始来看 那我因为刚才已经有提到了 所以我再次做个补充 首先我们看一个人充满贵气的面相 首先第一个是要看额头 就刚刚提到 额头代表跟你的遗传有关 你的思考有关 你头脑的聪明 最重要的你的判断 做事情应该怎么去做 这跟你头有关 所以我们讲头 再看一个人贵气的话 额头是第一个要件 第二个要件 就是我们看一下看哪里 刚才提到的眼睛 眼睛要黑白分明 目光炯炯 这当然代表你身体的 五脏六腑的健康 也最重要是代表你的机制 你的应变力 遇到事情是不是能够镇定 不要慌慌张张 就好像我们人 这里就两个灯光一样 这样照射出来 贵气十足 这是第二项 是看眼睛 第三项 我们看什么呢 第三项是看你的颧骨 颧骨有力而且要跟鼻子搭配 我们讲在过去来讲 一个人有贵气 贵气就是做官 以男人来讲做官 如果以现在来讲 不一定是做官 领导人或者有名气 好命人就是贵气 既然贵气他就要掌握权力 掌握金钱都算 掌握事情 颧骨就代表掌握 鼻子搭配得好的话 就表示他能够克服困难 度过一切不好的事情 人要贵一定要到这个程度 最后一项就是我们今天 贵宾所讲的非常重要 那么刚刚主持人也讲 就是我们的皇冠 皇冠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头发 头发要润 长 黑 亮 因为头发是血之鱼 代表血气 也代表肾之苗 代表肾气 也就是我们身体的水火系统 都是跟它有关 所以头发如果刚才像我们的贵宾讲的这么好 他的智慧 寿命 个性一定每项都好 所以刚刚讲的他有贵气 贵气气质值 运气 财运都会来 所以我列出这事项 当然我们再强调 看一个人的富跟贵是全身都重要的 从头到脚都是要注意的 但这几项我特别推荐 有这四项如果你有的话 真的就是充满贵气的好迷向 给观众朋友做参考 好了